安利螺也同一個計劃 本身查理 prest 問題 Колбfin 老師 大家早安 Aujourdılı 今天代表師要歡迎大家來聽聞或กω 今天是然階段 自祖學習節 曰數位學習行為分析的研討會 我們怎麼辦個五場公開課 那这五场公开可以特别感谢我们在自主学习的诅导的 五位专家来学校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指导 首先介绍我左手边的真正副校长 远从高雄而来的黄泽然老师 另外三位是我们新北市的很优秀的老师 吴喜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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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边还有达克的分手合作学习的 所以我们还有两位分手合作学习的也会来给我们一些的指导 我们先介绍美会主任 东美会主任 吴喜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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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喜慧八 今天就是再碰第二次 然后我会请他们 之前是请他们做那个情境分析 先做那个影片 然后看完影片之后 先转成情境的流程图 那个影片大概就是在讲说 定时开关 那他们是看影片 然后再把它转到流程图这样 那其实如果要讲到运算思维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程式流程图 所以在转程式流程图之前 会希望他们先从情境分析开始 转到情境流程图之后 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做开灯 什么时候要做关灯的动作 那接着我们把这个 这串鱼翼再把它转换到程式流程图 然后程式流程图 那你再转换到金物堆叠上 那这个最主要的宗旨是这样子 那等一下会看到的就是他们 会把原本上次放在印材坊上面的情境流程图 把它转换成就是程式流程图 那中间呢有一些东西 我可能就是会很简单的略过 那主要就是他们去思考 因为那个通文片上面其实都有放一些 可以让他们自主学习的部分 对那所以他们等一下就是 做完这个 做看完这个流程图之后 他们转到积木 然后去做堆叠 那因为他们也是今天第一次接触到 高师大所开发的那个积木 所以我前面也会稍微带一下 那其他会请他们自己从通文片自己看 那我这边的话呢 我原本是有写组内跟组间 然后组内可能是分四个人 可是我后来想想就是两个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能会把一些角色就是去掉 主要就是左边就是A同学 右边B同学 然后让他们就是先试着自己先做一次积木的堆叠 然后后来再让他们就是互相比较一下对方的积木 怎么做的 那刚刚会遇到什么困难 那我会特别留意就是说 请他们记得要稍微互相讲一下 因为等等可能要上台报告 就是要报告他们之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问题 然后之后呢 就是请他们注意一下就是组内报告的东西 然后到组间互选的时候再互相上台报告 那因为我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分很多组 所以可能不会一个一组一组都上台报告 所以我就会抽点几组 对 那 之后就是做一个总结 那总结就是可能 把一些程式流程图他们刚刚遇到的 然后还有一些单向跟双向结构 做一个复习这样子 那有机会的话再做延伸 好大概就到这里 有没有老师有问题的 好 那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 校长还有各位贵宾以及力临现场的老师 大家好 我是五年二班的导师林子杰 那等一下第三节课呢 我要教的是语文领域的国语 那版本是南医教材的第三单元 每个发现里面有一课在讲述台北市捷运信义县的公共艺术 那是第九课寻找艺术精灵 那在上周就是在课前呢 他们就是班上的孩子 他们已经有进行过自学的部分 就是有透过一部 有透过那个 因为这篇课文是我们第二 这学期第二次遇到的说明文问题 那有先针对说明文进行自学习 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他在里面描述了公共艺术的外观 所以呢 针对视觉模写的部分 也有进行过自主学习的影片 那自主学习的影片结束之后呢 有设计Google表单 让他们做检核的动作 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还有进行印材网的主卷的试题的检测 所以呢 等一下 课堂的一开始呢 课堂的一开始 就是导入的部分呢 这边我们会先稍微检核一下 他们在上周做的这个印材网的 视觉自觉模写的部分 然后是不是有一些疑惑 或者是呈现答题的那个 答题的数据这样子 然后在共学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堂课的重点是放在视觉模写的练习上面 所以呢 在主内共学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文本里面所提到的四个公共艺术品 然后让他们做讨论 然后找出描绘这个公共艺术品外观的一些形容词 然后进而把它创作成一篇小短文 然后接下来就由各组上台进行报告 那大概的流程是这样 就是每一组他们会先抽取一个公共艺术品 然后观察这个艺术品 透过一些图片 然后观察这个艺术品 然后写出它的视觉模写的形容词 然后由各组去写出创作一篇小短文 然后之后呢 请这个同学就是我会用随机抽选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做发表 所以主间护学的部分呢 就是会让他们发表 然后在共学跟护学的地方呢 都有 有检核表的动作 就是他们会针对他们自主学习的部分做检核 然后呢 主间护学的部分也会有互评 然后最后导学的部分 我就会再带他们统整一下 然后回复一下这节课的一些学习重点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一堂课的流程 那不晓得有没有老师或是贵宾有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校长 主任 在场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507的老师 今天第三节我们班要上的是 五上康宣数学第八单元面积的最后一节课 复合图形的面积 那上个礼拜四 我们把那复合图形面积 它有分成就是前面的部分跟后面 那上礼拜四班上已经上过前面的 就是把复合图形拆解成不同形状的形体 来计算面积 那今天主要要上的是 就是有挖空的部分的面积 那孩子今天是第一次上 然后上个礼拜 孩子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自学单 那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呢 我主要呢 会先检讨他们上个礼拜写的自学单 跟孩子就是讨论一下他们的错误类型 还有解题上的迷思 接着呢我就会引导孩子 就是 这是他们上个礼拜做的自学单 那接着我会引导孩子共同来解这一题要 就是公园面积要挖道路的题型 这是课本题 那孩子做完这一题之后呢 就会进行组内的共学 他们会分配到 全班会共同一题 就是数学题 然后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题 我将班上分成两种解法 那本来是想让孩子自由发挥他的解法 可是就是想要看看孩子不同解法的解题过程 所以我就特意安排了 有四组同学会用同一个方法 另外三组 我们班分成七组 然后另外三组用另外一种方法 让孩子去察觉说 其实复合图形的面积有很多不同的算法 然后只要他能够解题正确答案都是会一样的 那接着呢 在这个部分呢 我大概会找两位不同做法的孩子上去报告 然后就是随机抽 然后接着就是主兼护学的部分 会有两个题目 然后更就是有 第一个题型会有四组 然后各两种做法都有分配主别的孩子 去做主兼的护学解题 然后第二个题型有三组 然后也会出现两个做法 那之后呢 就会请同学生呢 上台分享他的解题过程 那这过程中呢 也应用了做学习 让孩子就是讨论 然后共同解题 然后最后呢 就会就是这一节结束之后 会跟孩子做总整理 然后孩子回家 有回家作业 配合课本习题的作业 还有网路上的影片教学 加强复习这样子 那今天的课就是 大概是这样 那不晓得在场老师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OK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校长还有余慧的各位贵宾 大家好 那我是三年期班的回想老师 那我们班是三年期之后是 第一个学习使用音才王的自学的方式来做学习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孩子们还在熟悉的部分 那上个礼拜 孩子们已经完成了影片自学 还有那个自学单的部分 那根据他们自学的结果 我发现孩子们在 几个四分之一 这个部分他们是比较 错误率比较高的 还有分子跟分母的意义 这边也蛮多孩子是有错的 所以一开始课堂导入的部分 我会针对孩子们 错误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再多花一点时间讲解 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我会把孩子分成 我们班分成七组 那每一组有四个小朋友 那第一组跟第四组 他们会去讨论这个题目 然后第二五组会讨论第二题的题目 第三六组会讨论第三题的题目 那第七组他单独一组 会讨论情境跟他们 在自学单上面的情境 比较一样的类似的题目 那我是希望说孩子们 可以在这十五分钟 也把内容讨论完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 最爱在讲是一个属于一个新的概念 那他们第一次在 学习新概念的时候 我导入英才好 不然一般大部分 都是在学习的中段 那我不知道孩子们 讨论状况怎么样 所以希望可以在时间内完成 然后接下来部分是 我就让孩子们做上台发表 根据他刚刚讨论的题目 做上台分享 然后再让其他孩子提问 然后最后的部分 就是总结今天要学到的 比较重要的概念 然后最后做一个简单的评量 看看孩子们今天 学习的成果怎么样 那以上是我的教学的流程 那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什么 会面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 校长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第五个层次 那我的部分是三年级的自然 那因为我前 因为去年跟前年我们学校就是 是我这边就一个场次的 而且我是直接用 我去年的简报改一下 那我直接用这个来说课 可能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因为我发现共同说课的好处就是 大家如果听到别的场次很好 就等下可以改变 我们不一定报名哪个场次 就一定要被绑在哪个场次 如果你觉得等下 因为我说得很清楚 你可以不用来看 你可以去看别的场次 没有问题 好那我 我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先用了课本上 因为课本上大部分都只提 长条磁帖 长条磁帖它会介绍得很仔细 那所以呢 我们上次的就是说 诶 一条磁帖当中哪边的磁力最强 那以课本上的做法 就是会给一堆磁帖 就大家看左边的图 就有一堆磁帖 那发现呢 两极 系统比较多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自己发现呢 教具是有一大堆 旧的教具 叫铁粉盒 我觉得没用实在很可惜 所以我也拿来让他们玩一下 然后他们也发现 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两极 那第三个也是课本的 就是他让五个 五支回文针呢 去吸 但是都有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席座大家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凹凹凸凸 所以呢 我学生第一次做 用席座上面的这一个线 去去吸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诶 怎么都不是我要的结果 对 他们就会一下这边吸两根 一下这边吸三根 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今天的学习单 我有给大家一个这个图 就是我直接把课本的线画在学习单上 因为我们就直接重做一次 然后用那个平面的一张纸去做 结果就非常的完美 所以这就是我再重新把洗座东西再拉过来的原因 所以你会看到学习单 我们第一大题其实是课本上的 然后再来呢是我用英材王 英材王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课程包 课程包呢 它可以让学生上传 像刚刚上一页的照片影片 我都让学生脚作业脚上来 那这个呢是我用他的白板绘图 那白板绘图呢 其实右上角其实是教科书厂商提供的一个图像的试题 那我就直接截图让学生作答 那所以这个作答是全班都有作答 然后呢我们就是得做一个总结评量 知道长条磁铁的磁集 那接下来我这一节课呢 就是要比较不同磁铁的磁力强弱 那所以我的重点会放在学生还没有接触过的 圆形磁铁和U形磁铁 但是这两个磁铁呢 在那个英材王的那个影片里面已经有了 那那个操作呢 它就是一样用的是回文针 那所以既然看过了 信息帖做过 所以这个会是指示我一开始的小小的磁座 就是他们一对一 然后呢 让他们自己选择要用铁粉盒 还是要用回文针 才知道圆形磁铁跟U形磁铁的磁集在哪里 好 然后把最长的部分圈起来 那这里我们会用到分组的做的技巧 就是那个type pair share 就是二一对一 一个人操作另外一个人帮他记录 再上传印采王 好 然后再来是社群护学 这里我设计三种工具 叫ABC 就是我有圆形长条 跟U形三种 各有两个磁铁要比较他们的大小 那我的ABC三个工具呢 就是A工具只有辨板跟回文针 那他搭配的就是圆形 两个圆形磁铁 那小钢珠电线压条跟一把尺 搭配的是长条磁铁 然后这一只只有罗帽 这个最简单 这个是U形磁铁 两只 然后请他们用这些工具呢 分别知道甲乙圆形磁铁 甲乙长条磁铁 跟甲乙U形磁铁 他们的磁力强弱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就会有像这样子的结论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就是因为 我不喜欢课本上 他就是用一个课本一电 就告诉学生说 这是超距离 磁力是超距离 就结束了 那所以呢 我想透过像他们用电板 比较这个大小 发现说 我们可以用相隔的数量 多寡 还有呢 吸起的数量 还有开启吸引的距离等等 来作为磁铁 磁地大小的判断依据 好 那再来 我们最后的结论 就是我会再给三个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算是结尾的评量 那那个评量 就在他们学习单上 如果大家买到我的交案的话 那我的最后的结论 其实我是要导向这个结论 那我前面设计的 做的实验就是要知道 强弱跟磁铁的大小形状 都没有关系 那不能用外观判断 要测量才知道 好 那以上就是我整个 课堂的流程 那最后才会再回到课本说 有一个磁铁的实验 那我的说课到这里 好 说得很清楚吧 可以 可以 谢谢 谢谢 因为我们知道行政 其实我是说真的 行政老师 因为我们上的课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我在掌握度上面 我真的跟他们四位学习很多 所以其实他们才是我今天想要 就是揪他们一起开这么多 场公开课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现在先 另外我现在切换到我是 明湖国校教育主任的角色 好 请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公开授课 好首先呢 我们等一下的那个说课到10点10分 就是我们的学校的第二节下课之后 我们中间有20分钟的时间 我们请来宾移动到我们的各官课的教室 那我们后方有五位 有四位实验老师 还有我们资讯组 李组长 会带大家到移动到各个场次 那最后11点10分结束之后 请大家利用10分钟的下课 再回到我们现在这个场地 我们进行议课 好 那请官客人留意 第一个我们可以就近观察跟聆听 也就是你可以移开你的座位呢 去听 或是看一下他们怎么进行讨论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不要跟他们说话 因为怕他们就是没有注意到老师 就是影响他的专注度 那第三个 如果您因为学校的科目或是交通路程的关系 没有办法参加最后的议课 没有关系 请您要务必完成签退 还有把我们的官客记录交回来 因为这个我们要送回那个教育部的那个计划单位的 那第四个 我们后面有我们学校的板夹 方便大家在做官客记录用 那请要归还 那其他的物品啊 像是笔记本 名牌 还有笔 名牌挂绳 还有口罩 口罩 口罩我们数量是够的 所以等一下请后面报道人员 老师们离开的时候 帮我们再把成人口罩 一人分送一个 请你们就带回去做纪念 再来 本次的活动教案是提供电子档下载 所以在您的名牌背后 你会看到一个QR Code 就是您报名的场次 你可以下载电子档的教案 那如果是那个没有报名的 已经报名的 我们也学校 我们自己帮大家印制纸本 所以应该也会有拿到纸本教案 那如果是临时报名的 那请您后面要记得填上 身份证字号 计划单位会帮大家合给 全国教师研习网的实数 那只能够请你扫描 那个力牌的QR Code 电子档教案 好 这是我们需要配置的 那这边要请大家稍微记一下 因为等下怎么移动呢 我们学校的配置图也算简单 大门进来之后 只有前中后三栋平行的建筑物 以及左边一个贯穿三栋连结的建筑物 那请大家我们现在中间 中栋式听教室 如果你等下是要参加我的场次 出去以后请你左转 直接上到三楼 就会找到自然教室一 那如果你是参加A10 就是徽翔老师的三年级数学 等下请你出去之后右转 然后再右转 走到后洞那边上三楼 那如果你是11的场次是 巧琳老师五年级数学 一样请你出去右转之后 但是你要左转上四楼 五年七班教室 再来是12 A12是子杰老师的五年级国语 请你待会一样出门之后左转 然后我们从中间经过 那个有个楼梯 有个卫林道有一个穿堂 然后也是一样上到四楼 最后一个最远 就是刚刚第一个说课的 有点复杂的 就是呢 因为我画的时候觉得有点痛苦 就是他出来之后 他是在我们的左前方 活动中心 那因为他们是 电脑教室都在那一带 所以等一下要跟上 如果是A13常词的 因为路有点远 我实在很难口说清楚 那所以大家待会就跟好 我们的那个实习生 实习老师 跟我们那个行政支援的老师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移动 那我需要喝那个水的 我们前面都有那个饮水机 然后建筑物两座都有厕所 好 那我们先走最远的 那个A13是哪一位 对来郑玉老师 我们资讯组 郑玉老师 就是A13要看秀明老师的场次 对现在请跟着郑玉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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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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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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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來 叫聲號 你有沒有先像號 就舉手來 一個 二 個 所以你在看這種題目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它的單位 那單位問的問題 這種單位不一樣 你回答的方式 回答的答案也會不一樣 好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問題 來 一片披薩是幾個披薩 一片披薩是幾個披薩 王修陽 一個披薩嗎 一片披薩是幾個披薩 這是一片披薩還是一個披薩 一個 一個 一個披薩 分成 平分成四片 平分成四片 那一片披薩在哪裡 王修陽 今天大家畫一下 一片是哪一片 對 隨便一片 對 隨便一片 對 隨便一片 法師也認 好 好 可以了 好 就是這一片 那這一片披薩是一個披薩嗎 不是 不是齁 來 誰要告訴我們是幾個披薩 想一下上次影片怎麼說 想一下 來 那個答案請 請上來前面說 請上來前面說 他說分成四片 然後是其中的一片 所以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片 四分之一片 四分之一 八提示 對嗎 四分之一 對嗎 四分之一 好 下面 來 今天要寫的第一個重點 一個披薩呢 被評分成四等分的時候 那每一等分就是四分之一的披薩 這裡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評分可別大 為什麼 老實話呢 我看得懂 這是一個披薩 我盡量切一樣的 如果它切得一樣大 這個是其中的一片 然後就是四分之一個 對不對 單位是什麼 四分之一 就是片 好 那這個也可以叫做 一什麼 一片 一片 還一個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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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老實講另外一個 如果有一個披薩 這樣子 那個 你哥哥切 哥哥為了想多吃大一 所以他這樣切 我要吃這一罐 我要吃一片 這樣有評分嗎 沒有 那這個什麼意思叫做 四分之一的披薩 謝謝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評分 然後評分要評分成 四等分的時候 每一等分 每一等分 一樣大的一片 一樣大的一等分的時候 那這一片 這一等分就是 四分之一 更披薩 好 看到嗎 等一下他留意 單位 剛剛老師就 異性 單位 這邊有沒有問題 反應 沒有 有問題嗎 沒有 OK嗎 OK嗎 剛剛約OK嗎 可以 好 好 這是第一個重點 記錶它是要評分 那所以等一下 我們如果有畫文的時候 你要盡量畫 好 好 你不能像老師這樣 當然我們沒辦法畫得很準 但是可不可以插多多 好 現在要插多多一點 好 會抖抖抖 好 那你就盡量 老師我有這樣 OK 像這樣子盡量 可以嗎 好 不行 因為我們在評分的話 你就沒辦法變得 好 盡量 好 來看這裡 下一邊 那這怎麼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這是上禮拜的影片裡面有提到 有 那我們大部分錯就說什麼呢 就是單位弄錯了 單位弄錯了 那也有人寫成 一分之四 有沒有 可以看到有人寫成一分之四 好 那 剛剛那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請問 四分之一個披薩分一 它分子有一個一 就是這個一 分母也有一個四 那這兩條是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來 思考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 來 請你思考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 再問 你再說一次問題喔 四分之一個披薩分子這個一 是什麼意思 分母這個四 是什麼意思 講一下 講一下 放一下 現在來思考之間 放一邊 講來 有 好了嗎 應該是披薩分一張 你是不是在老師臉上 看著你 要在那裡 關心 關心 好了嗎 沒有 還沒想好 我們要開始 等一下 每個人就25秒 所以時間很快 那你來講快一點 路人甲先說 路人甲先走 路人甲先走 那路人甲講話嗎 路人甲 那兩個人答案 可能會是一樣的 那你就用你的話說出來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說的 怎麼辦 那如果我是路人甲 那我不會說什麼 路人甲先走 不要兩個人浪費時間在等待 那你也不要什麼都不講話 讓大家說15秒就浪費這樣 可以嗎 一個人就15秒 然後兩個人就有50秒 有沒有問題 那路人甲 我不會說別人說完之後 我就把他的話再講一遍 還有問題 可以問他 可以嗎 可以喔 準備開始囉 好 開始 好 OK 好 開始 還沒有完成的 就繼續講 來 交換路人甲先開始 講完了 講完了請他這樣 還有5秒鐘 完成請趴下 還沒完成 你趕快速度 收好了嗎 收好了請趴下 來 今天是 沙孩心的 你中間介紹 上 上 好 來 你覺得對方講得很棒 請你跟他說 你很棒 講得很清楚 你覺得 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他很穩力的 你就跟他說 你很棒 你很努力 來 開始 好 來 我們要請一個人上來 跟他講一下 來 這個1是什麼意思 4是什麼意思 來 2月3號 提醒他 提醒他 來 請快點 來 請說 來 請說 分子 1 1 1是一片 一片機場 然後呢 1分5 4 4 4片機場中 1片 1片 對嗎 有問題就問他 有問題就問他 來 自己選 我 問我 4是人1片 那你覺得應該怎麼說 不是1片 他應該怎麼說 4不是1片 他應該怎麼說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 有分成4片嗎 什麼東西分成4片 什麼東西分成4片 幾個披薩分成4片 一個 一個披薩分成4片 是吧 一個披薩分成4片 所以分5的4 就是一個披薩分成4片 對嗎 對嗎 那分子的1呢 分子的1 他剛剛怎麼說 其中的1片 而且是要這4片 其中的1片嗎 對吧 OK 好 謝謝 這邊有沒有問題 剛剛講對的幾種 你有講出 一個披薩被平分成4片 你有講出一個披薩被平分成4片 好像你沒有講 你是講4片披薩的幾種 那要不要講一個披薩被平分成4片 一個披薩 要不要講 要不要講 要啊 不然我們不知道是幾種披薩被平分成4片 對不對 對不對 要講一個披薩被平分成4片 因為我們不知道是幾個披薩被平分 要不要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1 就是這4片裡面的 其中5片 就講到這個 4片裡面的 就講到這個方向 最好還是要講 不然我不知道這1片是從哪裡來的1片 這4個應該可以平分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來 我們一起講一遍 分值的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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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開始比較適合 分部開始比較適合 分部的4就是 一個披薩被平分成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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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片 那1就是 4片其中的1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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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棒 剛剛大家都有認真 好 等一下要全方再加1分 來 所以第2個重點就是 4分之1個披薩分部的4 來帶大家一起唸 預備一起 4分之1的披薩分部的4 4排一個披薩分分成4等分 分值的1是4等分 中其中的1等分 這樣問你 沒有 沒有 來 來 那媽媽吃了 2個4分之1的披薩 請問 媽媽一共吃了 幾個披薩 2個4分之1的披薩 2個4分之1的披薩 2個4分之1的披薩當怎樣 2個4分之1的披薩 一等分 1個4分之1的披薩 再用一次披薩分部的披薩分部 2個4分之1的披薩分部的披薩分部 5分之1的披薩分部 这是两个吗 两个四分之一吗 一个四分之一 两个四分之一 那两个四分之一是 七个披萨 两个四分之一是几个八号 四分之一 二个披萨 对吗 有问题吗 没有 好来 往下哦 来所以重点 第三个重点 两个四分之一个披萨 一起念 预备 请 两个四分之一个披萨 两个四分之一个披萨 平分成四等份 其中的两份 所以两个四分之一个披萨 就是四分之二的披萨 可以吗 两份 所以会是四分之二 这个分子里面要写二 四分之二的披萨 好下面 来所以这堂课 等下来我们要讨论这个有关系 用分数表示一个被评分的物品 可能是披萨 可能是蛋糕 可能是一条线 用来表示一个被评分的物品的其中的一部分 像刚刚披萨 四片其中的 四片其中的 两片 两片 方位要注意 那四分之一个披萨 就是四片其中的一片 被评分成四片其中的一片 OK吗 好 那等一下 来把你的平板打开 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在你的平板的 第二页到第四页 来请打肉子打开 来我们稍微投一下眼睛 来 那打开之后 请开到 看到那个档案了 我们先下载好那个 分数那个档案 第 第二页 第二页 有请 来那第一组 第四组是一样 肉跟虎是一样 三跟六是一样 对不对 来请看这里 我们稍微投了吗 没有投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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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那没关系 没关系 题目大概长这样 等一下 题目长这样 但是你们的 大家看这里 请看前面 王一天 等一下一体会有一页 第二体就是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要看懂吗 那我们一次次讨论一句 请你不要把全部题目都写完 OK吗 这是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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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三 皮五 OK 这里一次朝一提 这样的问题 那有什么方法呢 那 方法是这个 用秀出你的答案 我还记得吗 秀出你的答案 那那个是谁 组长 那第一次呢 一号当组长 每一组 没组 没关系 这次他第一号当组长 因为我忘记了 所以我就选一号 好不好 每个人都能得到五四页 一人一次 对不对 那完成第一题之后 你看这里 是完成一题 不是自己完成在抵战 完成一题之后 你就要抵战 然后组长你要留意 大家好的时候你要抵战 OK吗 然后接下来就从谁开始讨论 有人没在听我讲喔 不定的 从二号开始 从组长的下一个 还记得吗 开始发表 分享完 没问题 就欢呼 一题就欢呼 所以我们有四题 要欢呼几次 四次 要喊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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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 一次 一次还四次 四次 四次 每一题都要喊几次 修汗 那有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 四题就有四次修汗 四次欢呼 四次站 四次站 四次欢呼 有没有问题 可以喔 那请问你 写的时候要注意看题目 要注意看题目 那是写第一题 不要半句想第二题 写完了要干嘛 想一下 等一下你要怎么分享 什么报告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把这一页留在这里 OK 那我是设五分钟 但我不知道五分钟 有没有问题 危险有什么问题 没有 OK 那先自己解题 解题完 底站 show time 分享 防忽 做成绩 然后第二题 一样解题 一样解题 底站 然后呢 帮我讲 防忽 底站 还要报告吧 底站 报告 然后呢 下下 防忽 然后就底第三题 第三题 一样写完 思考写完 然后 底 站 然后呢 討论 然后呢 荒芜 然后呢 第四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你知道你记不记得 你记得吗 不记得 三千 OK 那主长有问题就举手 可以喔 好 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 大 祭司开始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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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乖 不然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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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題目是不是一題 然後下面是一塊空白 對不對 空白有時候畫圖啊 老師有時候是畫 有的題目是畫長條的 有的是畫大方塊 有的是畫一個圓圓的 對不對 圓圓的代表它已經是披薩 像巧克力這裡就有個大方塊 不是把答案寫在這裡 你要在這裡畫哪裡 去評分它 然後再把答案寫出來 OK嗎 這樣懂題目的意思嗎 懂喔 好來 那你弄錯了 你趕快修正 來 趕快開始吧 完成了要幹嘛 完成了要幹嘛 好了嗎 都沒有人比讚了嗎 一體完成就比讚啊 那我都沒有人開始了 那我要提早 讓大家 讓大家開始考慮 考慮正 一體完成 那大概好不好 好 出了數字12 好不好 那幾個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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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好了嗎 還可以畫直 沒關係啊 不用畫得非常直 剛剛你講過 不用畫得非常直 你不要畫錯 九份畫成十份 畫成八份就好 好啦 這次開始了嗎 對 謝謝 好啦 沒有人都暫停 開始了 開始討論了 不知道啊 今天很秀太 然後開始 沒關係 你就一邊講一邊寫 沒寫完的就一邊講一邊寫 喔 你們在討論一起喔 我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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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討論第二題 你應該寫第二題 欸 還沒見到第二題的挺快喔 因為 第二題 你就算你多看 第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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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完成兩題的 我等一下請 第 二主先分享 好 反正因為 時間快結束囉 我們請大家請第二題 先分享 我打錯 喔 你剛好注意 好 我打錯 快一點 來 已經把第二題 完整了舉手 只有這一組嗎 你們討論完了嗎 還沒 來 就都暫停 走背後面 來 三點七班 注意 注意 來 舉完整 謝謝喔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本來要討論四題 對不對 那後來發現我們只能討論最多兩題 他大部分都在寫第二題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讓 第二題 上來分享 好 那 你們要上來分享 我選囉 我們選被選囉 好 那就 把 那個 誰幫他抖 請上來 那 那其他人請你手提開 把片段蓋著 你去那邊 你有看到 3071嗎 你们要学网路吗 查一下网路 我看一下 他可能被关掉 来 有了吗 有了吗 有了 请投胎 郑嘉宁准备 我要看屏幕 我要看屏幕 来 所有人 请看前面 来 开始吧 你要停 对不对 好 从这里 小维次和八格小核林 他说七格小核林 是 等一下 我们要从第一题报告 请确为第一题 你确为第一题 好 大声 他说 一千小核林有八格 一个小核林是几件 所以是一片八格 八格的其中几件 所以是八分之一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黄少林 为什么一片只八格一片 八格一片 八格一片 一片巧克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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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大家幫他看一下 這個六十號為什麼準備 來 請上來坐 畫起來 畫給大家看 是嗎? 我們來看題目 題目說 每一片巧克力有八格 一片巧克力有八格 所以一片巧克力是藍色的還是紅色放下的? 紅色 藍色還是紅色? 紅色 剛剛確實有很多同學沒有認真看題 所以是紅色這個才是 可是不是喔 那八格在哪裡? 藍色 藍色 所以就是 藍色換成藍色 一格 兩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六格 七格 八格 對嗎? 對 對齁 好 把它清除掉 好 來 來 來 我們會見完 你要去哪裡? 來 請問 一格巧克力是幾片? 一格在這裡 一格在這裡 那問題是 這一格是這一片 是幾片 這樣聽懂嗎? 那為什麼是八分之一? 八號請說為什麼是八分之一? 有八格其中的一格 所以分母要寫 全部有八格 分子要寫其中的一格 所以是八分之一來 單位 騙還是得? 八分之一是 騙 騙 我先翻 對嗎? 好 好 來 來 那個誰 第二題我們請換一個人上來掛告 請這個二號 用他的題目就好 來 下一頁 不用 這個二號不用切二號請上來 用那個聖江里的題目 對 下一頁 來 二號 來 注意聽喔 來 注意聽喔 來 注意聽喔 這要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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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每每次的五格小顆粒 請大家看題目 他那邊題目請大家注意看 五格小顆粒是 是 是什麼? 螢幕是 什麼? 五格小顆粒 是 幾片 為什麼? 請解釋一下 八格其中的 叫什麼? 你怎麼這樣三位考慮 來 我剛剛幫他講 格在這裡 一格 兩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那這五格是 八格其中的幾格? 五格 所以分母要寫多少? 八 八分之五 分母要寫八 分子幾要寫? 五 單位呢? 片 片 這有什麼問題 那 八分之五片 是幾格 五格 幾格 五格 五格 這有兩個單位 怎麼樣 OK嗎? 如果是八分之五格 那就是 那個 八 八格 其中的一格 然後再一格 一格 好 謝謝 來 來 放這裡 好 來 請 這個 切掉 謝謝 好 因為今天老師 他有一個地方 讓你把他討論完 那我發現你沒忘記秀探的做法 然後還忘記你的對呼了 還記得你對呼的舉手 我剛剛只有看到 看到這邊一組對呼而已 其他都沒有對呼 是 那你們基者為什麼都沒有對呼 你們要對呼嗎 對啊 為什麼沒有對呼 好來 請看這裡 請看這裡 最後還記得討論完要一起慶祝 要一起對呼 然後還做下一組 剛剛大家都卡在這裡 對吧 好來 那我們今天來 好 今天我們學了什麼呢? 請看這裡 這什麼讀 四分之二 來 那還有 四分之二什麼意思呢? 是一張蔥油餅 一起念 可以去 一張蔥油餅 平分成四分分 其中的兩分分 就是四分之二 一張蔥油餅 也是兩個 四分之一 一張蔥油餅 誰要放在分母人 四 分成四 那誰要讓它分子勒? 2 分成2 你告訴我們是其中的兩整份 所以它就是四分之二 那四分之二就是兩個四分之一 那還學到什麼? 分子的四就是把它分成四整份 分子的二就是其中的兩整份 好,本來我們要考試的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討論 好,分子報告也沒有做 那我們下一節看看進行 來,班長 進行 下一個步驟 再後轉 美車,進行 謝謝老師 來,班長 ,念寶 積ительно 私 可以 黏